大家午安 請問一下 比如說現在頭髮 我們先抓一束對不對 妳就把它放進去 然後之後就捲 好像變方卷喔 就可以捲了對不對 就是捲出一個弧度來 對 然後妳就直接用吹風機 稍微吹一下就好了 然後吹完之後呢 妳用妳的電行器稍微 輕輕的噴一點點 要出門前 然後妳拉的時候 它這邊自己就會 自己就會放開 淘那一點 拉拉拉起 不是因為剛掉下去 然後這邊說自己會放開 它自己就會捲開來 然後這邊 這個就會轉就對了啦 這個就會轉就對了 妳自己就會放開來 對耶 然後妳就會有這種 內彎的效果 了解 然後就會有自然的風 然後如果說妳要小捲一點 就把這個梳子呢 拔開 拔少一點 然後讓它的這個直徑 變小一點 就會催整出不同的 這種彎度跟幅度來 OK 滿聰明的方法 這個還滿特別的 對 那我要介紹這一個 其實也是跟Saint老師 有一點像 它就是插電的梳子 而且它可以到180度 所以當年 對 它有點是電棒 然後我跟妳講 妳只要早上插完電之後 按到180度之後 只要被它梳過的地方 頭髮都是捲的 非常厲害 它只要這樣子往內 180度很高溫了 但是它不會燙到 因為它這個有隔 那妳都可以當那個電湯匙 對不對 對 要把那個水煮沸 前面有隔熱墊對不對 它有隔熱墊 它有隔熱墊 所以你是不會燙到自己 而且譬如像我早上起來 我只要這樣輕輕的梳一下 然後這邊梳一下 整個頭髮就是變 捲捲滴 他想撐 他想撐 他壓抑不住 他內心那個 重力是他的靈魂 而且你剛才是 他一直跟他一起 他像撐著念 他的綜藝魂是也吃不了的 沒錯 你吃這個梳好了 苗栗帥哥說說 可是像我自己是機車族 騎機車上班 然後如果我先弄好造型的話 你機車族 對 我騎摩托車上班的 當然是因為太機車 所以被騎走了 沒有沒有 可是如果我造型弄好 我再戴安全帽的話 頭髮就很容易塌掉 所以我現在都是在騎機車之前 我就先噴這個 碰碰水 對 這個真的超好用的 你噴上去之後 你的頭髮就會變得比較乾燥 然後你就會變得比較蓬鬆 你安全帽在脫掉之後 對 這個真的滿好用的 你那安全帽脫掉之後 真的嗎 KID在這裡說 請問上面是寫的立正正好嗎 沒有錯 他就叫做立正正好 他可以讓你的髮根都立正正好 那你剛剛為什麼不正面回答他呢 他問題 不好意思 他可以這樣直接 因為他沒有綜藝魂 然後要唱歌一下 反正就是你安全帽脫掉之後 你輕輕一波 就可以回復你帥氣的髮型 像我反而是覺得自然捲很麻煩 因為你晚上睡完覺就先把頭髮 先預先吹好 可是你早上起來又還是毛毛躁躁的 但是你早上才起來吹頭髮 又很浪費時間 所以到底要怎麼辦 對啊 但這問問model了 這個時候就要問我 因為其實我就有天生的自然捲 這個問題 而且我還滿捲的 滿困擾的 因為像其實我就是每次洗完頭 然後就是要 怎麼樣吹頭髮之前 我就會濕濕的 濕濕的時候我就會用這個明星商品 對 摩六格有 摩六格有 對 然後就會就是把它先擠在手上 然後讓它塗均勻以後才開始 就是我會這樣以順時鐘的方式 然後跟逆時鐘這樣子 慢慢地按摩我的八尾 然後可能到了早上 就是雖然睡起來以後 還是多多少少會有一點毛躁 然後跟有點亂翹的時候呢 我就會用這一個噴頭髮 因為它其實 它是霧狀的 它也不會擠出來說很多水 它這個是柔順的 它這個是柔順的對不對 好霧喔 這樣子 然後弄完以後 再用吹風機 裡面如果再裝一點奇異紙就更好 那保護髮燒對不對 然後就是這樣噴完了以後 然後你再稍微的用吹風機 稍微吹一下 你的頭髮就會非常的順 所以其實早上想多睡一點 前天晚上要做一些功課 準備對不對 Yumi 那像我的話 我也是就是先會用那種精華液 然後先 就是我是洗完頭之後 然後用毛巾擦乾 擦乾了之後我就用這個 然後用完精華液之後呢 我會再上這個髮蠟 它是天然有機的髮蠟 然後它這個是裡面是像這樣 然後它你就挖出來之後 然後在手上搓一搓之後 它就會變成油 頭髮又遇到熱的 對 遇到熱就變油 然後變油之後 就在我想要捲的地方 就是這樣抓一下抓一下 然後就直接睡一下 因為妳頭髮有油以後 那個淋雨的時候 就不會怕那個淋雨 她真的怕蘿蔔 主要有油 頭髮比較不會毛髒 對 然後就這樣子 對啊 然後隔天起來之後 該捲的地方就還是都是捲的 然後再用水這樣子 順一下就可以了 對 很棒耶 對 公主用的東西都是 算是很好的 主要是因為 我禮物太多了 主要是Yumi她有染髮 你怎麼都把別的東西送她了 你最近怎麼不脫下來送她 所以我做這種髮蠟是對的 所以依然不為所動 真的 來 其實像我會有一個困擾 就是前一晚如果洗好頭髮之後 要是抹上這些護髮產品 甚至護髮油的部分 隔天這樣醒啊 我的頭都好油 反正沒有洗過頭一樣 想說是護髮產品用錯了呢 還是洗髮精選錯 還是我根本就是用錯的方法 應該是XX的問題